嗨 大家好 我是汤汤社长 这次想跟大家聊说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 首先说服这个词啊 它是一个中性词 其实没有好坏之分的 就好像核能源 核工业一样 核能可以制造发电厂 为老百姓服务 造福人类 但是也可以制造杀人的原子弹 完全取决于它用在什么地方 说服也一样 它可以用于教育 也可以用于教唆 它可以用于启蒙 也可以用于洗脑 完全取决于用这股力量的背后的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 对吧 我想起一档节目叫做变形记 表面上看是为了孩子好 实际上这是一种转变 还是一种胁迫 这是最后真的让这个孩子变好了吗 很难讲 它内心服你吗 它内心当中是充满恐惧 还是充满感恩呢 我们很难讲这件事情 这个也完全取决于利用这股力量的人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 它才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 怎么样才能更好地说服别人呢 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的 第一点 长相因素 长得更好看的人更容易说服别人 同样的一句话 同样的一个道理 道理都是好道理 但是你就会更愿意听这个长得更好看的人 说这个道理 这就是人的本性啊 还有一个就是权威性 这一桌人 站起来一个大哥 大家我都来提一杯 这个人很有权威 大家都刷刷刷站起来 但是这个时候站起来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人 没什么地位 大家我来提一杯啊 没人理他 权威性直接影响到说服的效果 还有一种权威性体现在哪儿 体现到专业领域 你有个头疼脑热的 你肯定这一桌人里面做了一个大夫 你会先问他 你不会去问那个木匠 也不会去问那个裁缝 大夫说了 你应该吃一个什么什么药 当归啊 枸杞啊 你一泡 你肯定听他的 这站起来一个裁缝 他说你应该吃什么 他说的再对你也不听他的 这个权威性也直接影响到说服的效果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互惠性 他说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正好关心的事情 他正好说的挠着你卖门了 掐着你养养肉了 正好这话题你爱听 你无所谓他的权威是什么样了 也无所谓他的地位是什么样 地位在卑微 正好说了一个事 大哥 今天晚上我七点来钟 天刚擦壳的时候 你知道我看见什么 看着一大飞碟 天上哗一下就飞过来了 落在地上了一群外星人啊 这个话题你特别爱听 所以说他的地位长相已经无关紧要了 他说什么你都会听的 这是一个互惠性 正好迎合了你的需求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亲切感 如果说你感觉又没有地位 又没有权威 然后呢也没有专业性 长得也一般般 那你用什么来打动别人呢 亲切感是一个好办法 永远保持亲切 保持微笑 大家就会觉得你的距离和大家都很近 更容易听你在说什么 还有一种就是最后一种威胁 没听错 就是威胁 用威胁的方式来说服别人 软的不行 咱得来硬的了 对吧 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励志演讲 励志演讲的这个大哥通常梳了一个大背头 长得有点可怕 他一皱眉上来先给孩子们来一个下马威 你们啊 这个年龄段还好意思睡觉 你们还能睡得着觉 对 先给这帮孩子吓一跳 孩子们就 什么情况 就位居于这种威胁 开始听他在讲什么 然后他在动志一里小志一 你们呢 应该懂得感恩呢 背后想起来那种特别抒情的音乐 当有一个孩子开始哭的时候 这种情绪会被传染的 别的孩子都开始哭 如果你不哭的话 你就是一个不孝子 你敢不哭吗 你必须得哭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群体当中 也总是有那么一两个孩子 他就是不哭 跟跟笑的可开心了 这样的孩子我想提醒大家 他要么极傻 要么极聪明 这个孩子绝对未来 要么就是一事无成的人 要么就是一个天才 他具有最独特的这种独立思考能力 这样的人很特别 我还想说 关于洗脑有一个心理学效应 会被那些擅长于洗脑的人利用 就是蹬门槛效应 蹬鼻子上脸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最一开始就知道 会被对方骗得到最后倾家荡产 我们肯定不会开始这个经历的 都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 最开始你对这个擅长洗脑的人的承诺 往往只是一个口头的承诺 他说我不需要你为我付出太多 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就可以 很简单的事情 一步一步让你走向陷阱 一步一步的突破你的底线 当你的底线逐渐被突破了之后 你就会变成那个言听计从的人 你会对他付出大量的金钱呀 物力呀 人力呀 精力呀 所以很多遭受了多年洗脑的人 翻身醒悟的时候都会这样说一句 我没想到会被他骗成这样 如果最一开始我就知道 有这样的结局的话 我绝对不会这样 可是这件事情缓慢的程度 是任何人都难以感知的 他慢慢的就像一个病毒一样 在侵蚀你的思维 侵蚀你的思想 让你没有察觉 你察觉不到 说到说服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 叫做信仰了 曾经有一个无神论者的青年 去质问一个传教士 他说您今天拥有这样坚固的信仰 是不是仅仅因为您从小 对宗教的这种经历而导致于 您从一开始就被洗脑了呢 这个传教士反问 你有这样的想法 是不是也仅仅来自于 你从小到大的教育背景呢 我觉得这个反问问得很好 我们其实很难分得清 什么是教育 什么是教唆 如同我最开始说的一样 我们也很难分得清 什么是心理治疗 什么是精神控制 这完全取决于背后的 这个力量的动机是什么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是不是变成了 一个狂热分子 我们狂热到总是思考 别人说的话是对还是错 所以我们真的想做一个 更加开明的人吗 更加开明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呢 就是不管眼前跟你说话的人是什么样 他是一个小孩 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老人 一个文盲 他所说的话的观点的有意之处 你都可以接纳 而且你都可以把自己得到的一些反馈 分享给对方 做一个交换 这样不是很好吗 如何对抗洗脑 我的经验就是当一件事情经不起推敲的时候 可能这件事情就有问题了 当然我们也更愿意做一个更加开明的人 好 今天就先聊到这 拜拜 拜拜